我的新衣服 Hello 我是果仁 歡迎來到果仁電台第87台 我是你的節目監製及主持人 果仁 大家 看到這類對白呢 是不是非常熟悉呢 沒錯 歡迎 趁熱道系列 中小學生reaction第三集 OK 各位觀眾 在兩年前我拍過這個 中小學生youtuber的第一二集 這個情像實在是非常之好 所以兩年後我這個果仁過氣youtuber 就要拍第三集的中小學生youtuber 其實只是中學生 我覺得已經沒有小學生youtuber 歡迎來到果仁的趁熱道系列 然後我想說明天要開學 所以 我不想開學 我不想開 總之今天過了兩年後 我再去看看 究竟有什麼中小學生youtuber 然後我想說 我之前介紹過的第一二批 這一堆中小學生youtuber 現在基本上已經 嗯 死了 OK 總之今天我就要趁中小學生youtuber 由來馬上開始 Let's go OK 我們第一個要看的中學生youtuber 他有這個 六萬訂閱 是一個超高人氣的中學生youtuber 是我的大前輩 I'm fine 而且他現在跟我一樣 也是移民在英國那裡拍片的 沒錯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是哪一個 歡迎 社職仔Catric Yeah 簡單來說 其實我只是想趁熱道 哈哈 你弄我怎樣 哈哈 你弄我怎樣 社職仔 你弄我怎樣 我要趁熱道 趁熱道 耶耶 OK 有的 你馬上看一下 哇原來有8.23萬訂閱 OMG 我這個頻道才幾多 我這個頻道才三千多 我們離開了 再見香港 其實我是離開了 蛤 OK 有片頭 我沒有片頭 OK 哇 簡直是神經 簡直是 太高質 終於 回來了 很久沒見 其實我是離開了 哈哈 其實我想說 Satric他做的節目效果其實不錯 對比我這個 知心小丑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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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其實他的實況效果 在中學生Youtuber來說 算是數一數二好 還有一件事 就是Satric這些文字 是讓我做得好的 而且他這個名字做得不錯 就是有這個 重點在裡面 OK 我們繼續看下去 非常好的實況效果 實況效果 實況效果 現在是八個小時 總之這個一分鐘的時間 開始到最尾 Satric就開始講述他 是怎樣來英國的部分 可以看到他在這裡交代得很清楚 對比我這個 英國Vlog 簡直是九不達八 沒辦法呢 大前輩 對比起我這些 小型Youtuber小丑 薯片ASMR 這個是三小 然後還有移英Q&A 可能會考慮了一條 關於移民英國Q&A 移民英國Q&A 我也有做過 我想說我這條也有做過 在之後呢 我可能會再做Part 2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會做一個社群PO 然後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會再解答大家的問題 OK 大概就是這樣 我相信我一直都覺得Satric是非常之厲害的 因為在香港拍片其實真的很難 可以做到這個訂閱數 和這個觀看次數的地步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非常之厲害的 再加上他只是給我其實大一年 如果有機會 我是說有機會的話 我也想跟Satric拍片 OK 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馬上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的Youtuber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沒錯 Ray Ho 你看一下 Ray Ho好像已經不是中學生Youtuber OK 沒關係 時間 如果是Ray Ho的話 其實我在很久之前已經開始看Ray Ho 大概是19年的時候已經開始看 不過自從我們蘋果開問完之後 我就開始比較少接觸Ray Ho 喔 好像很專業這樣 所以這條影片大概就是 那些社會街頭實驗 就是這些聖誕口客人 不知道看人家什麼反應 所以其實這個製作成本一定很大 我想說 而且沒有記錯的話 Ray Ho好像是有一個團隊 這條影片一定要花非常多的人力 還有這個勇氣才能拍到 我的話實在拍不到這樣的影片 突發抖音正式宣布 加入Youtube平台 欸 我都喜歡拍這些reaction的影片 所以就是Ray Ho reaction抖音 這個魔神 我一直都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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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Ray Ho 也很知道怎麼做節目效果 雖然我知道這個是廢話 因為對比是一個資深的Youtuber 懂得如何顯現這個 個人節目效果 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事 按下Youtube 又出了一個 Shoris的一個功能 是Shoris多多錢 有幾顆片 2點 WOW 2點 NO 各位導遊主 看到我這些影片的view數 我決定我開始營造一個Youtuber 不過我這樣開始是 做一些村女裝的影片 請大家到我之前 謝謝 OK 那大概這條影片就是 reaction這個抖音的影片 然後作出反應 其實跟June的第二頻道是很像 都是這些reaction的影片 因為我自己都很喜歡拍這些reaction的影片 大概就是這樣 OK 下一個 相信大家認識我的台灣朋友 應該就是非常之熟悉 沒錯 劉王 Yeah 劉王 見到了吧 我沒有不在乎你 劉王 383訂閱 先跟觀眾說一下 劉王是我通過放送文藥大賽式的任務 他就是一個台灣人 劉王好像從2015還是2014開始拍片 所以都是非常之久 我很喜歡這個 我很喜歡這條影片 get down 哈哈哈 這到底是生肖 我是快樂生命體 到底是生肖啦 有啊 你到底拍生肖 大家知不知道誰是小美巴 劉王 我覺得你有潛質可以做小美巴 就是做一些非常之好笑 和非常智障的影片 我覺得很適合你 劉王 你可以有潛質做這個小美巴 我不會跳舞 對啊 很久啊 這是生肖 沒有 不過你等一下 一秒內就很尷尬 我好喜歡這個 的自然風格 劉王 你眼睛哪會有補兜 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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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各位觀眾 以上就是我們看的 中學生不同的YouTuber 那雖然今天就是介紹了三個 但是我想說的結論就是 現在做YouTuber的潛質 已經不用好像以前那麼高檔 已經那麼厲害了 現在小學生中學生 隨便拿一部手機出來拍片 已經可以做YouTuber 然後我想說就是 剛剛我們介紹了三個中學生的YouTuber 其實大家都很懂得怎麼做這個 節目效果 也都可以有這個個人風格 然後還有一件很認真的事 就是我相對兩年前 之前我介紹過第一二集的中小學生YouTuber 知敬 其實我是挺喜歡這個中小學生YouTuber 我是非常尊敬的 因為可以看到這麼多跟我同齡的人 有拍片這個的興趣 然後可以有共同話題聊天 我是挺開心的 只不過就真的 我介紹的第一第二批的人 現在都 有些已經不存在 有些已經沒有拍片 然後可能在其他人的眼中做YouTuber 特別是小朋友YouTuber 還有像我這些發瘋的小丑 就是覺得是玩 不認真正當的工作 還有就是有一樣 大家覺得就是YouTuber 好好賺和好好賺 但是我想說 拍YouTube其實 絕對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如果你真正做YouTuber 你就會知道 做YouTuber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所以我再說多次 我都尊敬 中小學生 小朋友YouTuber 請大家繼續堅持下去 加油 小朋友